大家好 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门一聊 聊聊这边的请问一事 今天跟大家聊聊加拿大的天气 尤其是我们这安省和多伦多温莎这个地区的 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最近有点忙一直搞这装修 这个室内啊 室外的 这个室外主要做这个防水处理 因为老房子嘛 他要从这个墙外边湾里渗水和漏水 把这墙也挖开了 老下雨啊 这个漆又刷不上 挺着急 所以我特别就关心这个天气 今天呢咱们就聊聊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天气 尤其咱们温莎这个地区 原来咱们说过这个温莎的气候呢 它是相对说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说稳定就是一年四季很分明 温度冬天的也不是很很低 零下十来度 夏天呢 温度也不是很高 有30度左右 这都比较正常的天气啊 一到进入七八月份 基本都是雷雨天气 你像这两周吧 基本都是天天都是这样 高温一上来 就暴雨一段 温莎这个地区呢 它这个温度呢 一高了以后 准下雨 所以原来我做视频咱们就聊过 因为我是从北京出来的 说温莎这个纬度跟北京的纬度一样 从纬度上讲它一样 所以呢 它的气候温度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当然是一个地球这边 一个地球那边 但是我认为它是整体是平行的是一样的 来到温莎以后呢 我就感觉它的气候呢 跟北京的 我小时候 像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气候是一样的 一到服务天了 热两天准一趟大雨 温度降两天 然后又起来了 然后又一趟大雨 所以很快的夏天就过去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高温四十多度 你像前两个星期啊 三个星期北京一直都持续在四十度左右 或者四十度以上 这两天呢 你看从上周开始到这一周 都算高温了 上周呢 就是三十一度 三十二度 有一天有两天 然后基本在三十度 昨天和今天温莎都是三十二度 多伦多呢 三十一度 三十度 跟这边温度也差不多 加拿大这个天气预报啊 它是分的很详细 原来我也没太注意 后来慢慢的就尝了以后呢 有人说 哎呀 今天四十度 今天三十八度 我真是三十八度吗 最后一看温度啊 不是 你看今天报道 我们这边是三十二度 温莎是三十二度 多伦多是三十一度 可是呢 体感温度 我们这边三十九度 多伦多是四十一度 体感温度 加拿大这个天气预报呢 它分的比较详细 一个呢 它先报的是正常的温度 多少度 然后呢 是白天多少度 晚上多少度 当然现在有具体的时间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时间 它温度它都有 现在这个信息发达了 所以报的很详细 它有一个体感温度 湿度 风速 像这夏天呢 有紫外线照射度 你像我比较关心的就是什么 一个是正常温度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体感温度 还有一个湿度 我特别关心这三大块 像昨天和今天 我们这边都是高温闷热 早上起来二十四五度 很清爽 有一点点小风 很舒服 但今天呢 一早上起来就闷热 就跟咱们北京那个商达天上有点这个劲儿 就是因为它湿度大 它的湿度百分之八十 昨天百分之七十一 今天百分之八十 所以湿度一高 大家觉得闷得好 但是实际温度 我们这才三十二度 所以这个感觉它就不一样 昨天你看多伦多是二十八度 但是体感温度三十九度 前天是三十度 体感温度三十七度 就湿度一大 那你身体就不舒服 但是呢 只要是这么一热 你看今天早上闷热 下午 它预报是晚上九点钟有雷阵雨 百分之四十五十的雷阵雨 但是现在 今天下午三点钟 四点钟就下了 因为太闷了 太热了 三四点钟一阵暴雨 就咱们叫狂风暴雨啊 下那么十分钟一刻钟 完了 这几天基本都是这样 所以我特别着急 我这个防水浇啊 防水器一刷 刷那一雨 轮就又给冲了 温沙这个地区呢 正常的温度呢 还确实不是很高 就是三十度以上 就觉得热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两天就是这样 这就算最热了 七月份嘛 就是咱们的福天从七月中旬开始 一直到八月下旬 通常是这样 像今年呢 又是咱们中国这个双中福 那一双中福就通常这老人就说 一到双中福就是热 这年肯定就热 现在咱这个就加个更子的 就更热了 有很多想移民啊 想来旅游啊 或者是想来留学啊 我觉得温沙是一个很好的落脚地 如果你要是怕冷的 你就别去那个太冷的地儿 你像不多了 你就卡尔加里这边再往北那地方 多伦多还好一点 就相对说啊 好一点 那你要再往北一点 他那真的是真的是很冷 有的人 我看咱们有的那个广告说的 说这个加拿大来办移民什么的 又不要钱 也不要语言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忽悠人不忽悠人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可能就像北边了 像北极圈里的 那地方那一般人是待不住的 零下四五十度 五六十度 你这夏天都是很冷的 所以一般的人是受不了 像我们这地方很多的当地的老人退休了 很多人都往这儿搬 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个养老院特别多 就各个等级的 有的就豪华级的 五级的都有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大家说呢 那温哥华也不错 四季如春的 很美的 他冬天也不冷 夏天也不热 是这样 但是他冬天这个下雨啊 有点咱们叫梅雨季节 那也非常非常难受的 因为人嘛 还要需要阳光 需要这个一年四季的温度的调节 所以他才能够正常的发育 也不会有特别大的疾病产生 这是我个人观点 加拿大的整体上这个气候变化确实是很大 尤其现在 不是光加拿大 整个世界现在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加拿大的山火还没有完全的扑灭 你只有靠自然的下雨给它扑灭了 要人工灭是几乎不可能的 加拿大哪有那么多人去救火去啊 你看这个草原这个三省 新斯科省发了洪水 好几百人被撤离 有四人就失踪了 就几万个家庭的这个店都停了 气候学家也说 初步判断新斯科省首府哈利法克斯呢 遭遇了1971年以来最严重的降雨发洪水 然后那个阿尔伯塔那边的山火还没扑灭 然后蒙德利尔的山火都没扑灭的 但是这边洪水呢又开始四天 我们这儿呢又开始这个暴雨天气 然后龙卷风 到现在预报有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龙卷风 像前年我们这儿就有龙卷风 有几个房子被卷倒了 美国这也是突破记录的高温 在上周呢 在加州这个死亡之谷 那周日的温度已经达到了130度 这是第二高的 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 上次的这个全球记录是134度 这次呢是130度 这是死亡之谷 那这个温度是你想想一百多度 这个温度 咱们这40多度已经受不了了 但这一百多度还在晚上升 好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帮我点赞 订阅 评论 转发 咱们下期见